如果我們想知道宋朝的人用什麼來刷牙 或者可以看一下吳字幕所寫的夢良錄 它裡面說珠色貨中有刷牙指 刷牙指其實就是牙刷 不過當時的刷毛主要是用馬尾來做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到毛那麼硬 刷牙的時候很容易刷到嘴子爆光 那牙膏呢? 原來宋朝的讀書人都各自懂得用不同的材料去製作牙粉 譬如蘇東波會用蟲子和復寧攪碎來做牙粉 而審闊就會用攪碎的腐心來做牙粉 以上就是宋朝才子傑齒的情況